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在用这个规划球员的问题上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吧 很多规划球员得不到上场的时间 包括洛国夫阿兰也是都是在下面场才能够有机会去为国足上场吧 可以看出啊 可能规划球员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但是呢 可能是给的时间太少了 做出了国足啊 在落后的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完全够规划球员也搬不回来 世界赛的第五场和第六场比赛啊 将会还是在中理球场举行 在阿兰修沙加举行 国足呢 将在十月十一月七号的时候啊 前往阿兰修沙加去对立阿曼对阿大利亚这场比赛 对于可能球迷来说啊 国足的佣人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 虽然四场比赛结束 国足只拿到三分 立体的率位还是比较稳固的 最近也是看到可喜的一面吧 在前往三年之前啊 国足也是进行了两场联身赛 对手不强 都是中超球队 虽然国足取得了两连胜 但是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啊 包括啊 洛国富啊 阿兰也都是鼠发登场 立体呢 前所未有的用了三名规划球员去鼠发 从这里可以看出啊 立体也是在做了 尝试啊 做了改变吧 他也是在鼠发任务上啊 更多的用了规划球员 其实这是可能球迷啊 希望看到的 虽然是无理的 无理的能力啊 非常强 但是呢 呃 在打强队的时候 可以看到无理的 真正的 在场上的机会也不多 如果真遇到单独的机会啊 还经常提不进 就不如多用几个规划球员啊 能够把握机会能力强一些啊 能够在对一些强队的比赛中啊 能够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 能够帮助国足啊 能够有一些好的表现吧 毕竟我们花那么多钱 规划了这么多的外援 对不对 我们不用 那确实非常的浪费 对不对 他们能力也并不比无理差 所以说 从这两场热闪赛可以看出啊 离铁呢 也是在用来方面 有了很多的改观吧 也是在重新的重用这些规划球员 可能在11月份的两场比赛中啊 这几名规划球员啊 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上场时间 甚至在首发的时候啊 也会多派上几名规划球员 不要再等到上半场落后的球 比较多了之后啊 再去想办法追回来 如果只凭下半场派上外援去追2到3个球的劣势的话 非常难办到的 我们可以在比赛中啊 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 从本次的几场人生赛可以看出啊 离铁呢 也是在逐渐的去改变一些打法 改变一些对规划球员的使用 也是希望呢 在11月份的两场比赛中啊 能够更多的使用规划球员 因为我们确实输不起了 我们如果再输的话 就基本上说要告别世界杯了 最重要的这场对阿曼的这场比赛 我们一定要拿下对方 虽然说阿曼的实力和我们差不多 如果我们还是不忠用规划球员 可能会造成我们提前告别本阶世界杯 不知道你觉得在对阿曼这场比赛中啊 离铁会不会更多的派上规划球员去打数发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啦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